好,来,我们看这一题,它其实是SPM2017MX的考题 然后它是属于form4,chapter2,simultaneous的,ok,simultaneous equation 我们以前在那个form1,chapter6的时候,我们有学simultaneous equation 可是呢,它是属于linear的,怎样讲linear呢? 就是说它有x,3y,然后x2,3,xy,y2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有x2,有y2,有xy,它就不是linear了 然后这一个呢,在form4,chapter2的时候呢,它有两个equation 一个linear的equation,然后还有一个nonlinear的equation 然后它的做法是怎样呢?它的做法是从linear这一边 你让你的linear变成你的equation1,然后你的nonlinear变成你的equation2 ok,然后你就fromequation1写成x等于什么,或者是y等于什么 所以这个是你的equation1,这个是你equation2 然后在这一边呢,你就fromequation1,你拿到的是x等于1加3y 你把这一边这样绑过来 为什么我选x呢?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x等于1加3y 我可以直接sub进来了,ok 然后这个会变成我的equation3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ok,我就有x2就1加3y的square加3x,然后1加3y加9y2等于7 然后我就有1加6y加9y2加3 诶,刚刚这个是3xy,我上面这边弄错了,这个应该是3xy x刚刚是这个1加3y,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这边是1 ok,所以它会变成3y加9y2加9y2等减7等于0 我把这个绑过来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有一二三三九二十七二十七y2 然后加9y,然后再减6等于0 然后6,22,6,3,18,嗯,27,这个是27,ok 然后我有27跟6跟这个的时候,我的y有3跟2有3 嗯,ok,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全部都是3的倍数 然后,所以我除3,它会变成9y2加3y2等于0 然后这个开挂幅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在这一边 刚刚这个27它就有很多选择 现在1跟2这个就很简单了,122 然后,呃,326313,嗯,对,3y跟3y 然后在这一边它就加6.1 所以我的3y-1等于0,我的y等于1% 我的3y加2等于0,我的y等于-2% ok,好,在这一边我的x等于1加3y啊 x等于1加3y,equation3是x等于1加3y 所以我sub我的y等于1% into equation3 或者是我sub我的y等于-2% into equation3 ok,这个是1加3y,x等于1加3,1% 然后这边约它就变成2 然后x等于1加3-2% 然后-2-1,所以我的答案是x等于2-1的时候 y等于1%-2% 所以它这个2-1,1%-2% 这个就是它的答案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有用到这个开挂糊 quartic equation的开挂糊 ok,好